这个又黑又大,上面还有天线的摩托罗拉翻盖经典手机,也叫二哥大,拿在手里显得十分笨重,很不上眼,如果放在以前,从口袋里掏出它,不好接听,绝对是风光满面,回头率极高。 随着银行卡的普及,微信的推广,存折越来越少见。 正因如此,老存折成为部分收藏爱好者的新宠。据说,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的存折价值,在五十元至一百元左右。 而一些特殊的老存折身价会更高,达到一百元以上。 上世纪六十年代印证毛主席语录的老存折价格更高,全品项的可卖到好几百元甚至上千元。 铁皮手电筒,看仔细了,第三节筒能安能谢,有两节电池增加到三节电池,大大增加了手电筒的照明时间。 再看看电筒头,玻璃镜片,是不是可熟悉,印象很深。 以前由于电力资源匮乏,特别是乡下农村漆黑的夜晚,手里有一个三节电池的手电筒,绝对让你夜路无忧。 马灯,带有玻璃罩,可以手提的,能防风雨的煤油灯,起码夜行时能挂在马身上,因此而得名。 沿海地区大部分用于船上,也有船灯的叫法,尤其是有风有雨的天气,真是渔民的照明利器。 多把大小不一,带有常常要湿的老式铜锁,在过去,好多人家都用这样的铜锁,用来锁柜子什么的,现在已经很少见了,绝对值不少钱。 冬天暖床的西暖湖,汤湖,也叫汤婆色。 用石在湖内装上热水,再用毛巾或布包上,用于防止烫伤,放在被窝中靠脚的一端。 以前多为铜锡质,现在也有塑料制品。 用卖街与土掺水和橙泥,类的土锅台,上面放的铝,盆碗等,原汁原味的乡下农村气息,在那个年代,土锅台对于农民来说非常重要,一日三餐都离不了。 增济和食,收音机是大多数家庭唯一的家用电器。 每天清晨,电波力传来的声音成为我们起床的号角,伴随着我们成长。 好听的评书,神奇般的盒子,收音机不仅见证了无线电技术的进步与发展,还承载了太多人的回忆。 这是一块系防阵,又带有日历的机械表,带着它时,需要定期上进,否则,表就走不准,即便如此,以前也不是人人都能带得起的。 怎么样,如果你家有一些老物件,千万不能因为一时用不着,就随之抛弃,因为,它们会随着时间的推移,身价和收藏价值也会逐渐升高,随意丢失后,也许会让你与意外财富擦肩而过,倒是毁之晚已。 请不吝点赞订阅